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风起洛阳发布会 仅用一句话 精准诠释了王一博的角色 风起洛阳 处处透露着有文化的气息 从官宣到如今的正式上映 有钱有文化诠释的淋漓尽致 洛阳这次是真的出圈了 看一下 风起洛阳的热度 你就明白了一句话 不愧是十三朝古都 文化底蕴果然深厚 这部剧即将现映 每天的官微各种的小物料一出来 就开启了内卷式补课模式 文案那叫一个文邹邹 每点知识都快跟不上它的节奏了 好多人因为UNIQ 王一博的参与 才开始关注起来这部剧的 没想到 自此步入了学习模式 上学期间的历史 一时间统统都开始重新学起来的节奏 看看人家的文案 各种的修辞手法 各种的成语运用 文早更是让你看后 先要搜一下大体意思才明白说了什么 是不是感叹书倒用十方恨少呢 封起洛阳的文案 简直是杀疯了 最近一直在学习中 从传统服饰到礼仪 从文化背景到历史文献 全方位的补课 瞬间感觉自己都成了文化人 话不多说 这次的见面会提上了日程 这次是洛阳文宝集团参与制作的 自然是奔着宣传的目的 各位主创人员更是悉数到场 看了一下 我们的UNIQ 王一博的视频 没办法 这个顶流的热度堪称一旗绝尘 凡事有他在 必然关注度不会低 这是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 必然是亲力亲为 见面会其实早前就已经录制了 不过是这次正是跟大家见面而已 但是 封起洛阳的文案 却仅用了一句话 就把王一博饰演的角色定位 精准诠释了 不说了 厉害呀 燃灯为典 敢万物之法 神都相约 欺归人俊毅 俊毅的百里小红毅 那是必须的 帅气又俊朗 脸上还挂着彪的呢 敢万物之法 这句话精准诠释了剧中人物 凡书必通 凡目必解 义禀之人 说的就是百里红毅 聪明睿智 心灵手巧 能够敢万物其中的奥秘之处 同时也说出来 在剧中他的主要定位 智商担当 好了 咱们不说剧中角色了 就看王一博参加见面会 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这次亮相发布会的王一博 不得不说 有点帅气哦 这身衣服 显得人好挺拔的 其中 听闻搭档黄轩说 跟王一博的合作很轻松 眼看着他越来越壮 衣服都撑不进去了 没见到是个半年 他又瘦回来了 这个是王一博增机的时候 确实为了角色 增机了 也确实为了角色又快速瘦了 这次发布会中 依旧是小湘峰的软绒外套 不得不说 王一博太配了 穿箱奶奶的衣服堪称一绝 现场互动的场景中 王一博跟其他主演们 都配合得特别有意思 一脸奶气的他 总会让人眼前一亮 还是想说 王一博的确是一个看起来清冷 实则一举一动一瓶一笑间 就破功 变成奶盖一枚 这也难怪让人感叹 当你有粉是白费力气的 只会成妈粉 好了 冲着U9Q 王一博开启追剧模式吧 约起来吧